好 越来越热越来越冷 这个科学上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 当然很多事情也有一体两面 像脾气坏是优点还是缺点呢 那么最近张荣发基金会出了一本新书 是描写这个创办人张荣发 不为人知的另外感性的一面 其中这位长荣的首席副总就说 那么张荣发的脾气虽然不好 但正因为如此 他才能够缔造如此强大的长荣王国 一张张整轨的照片 张荣发基金会推新书 记录长荣集团创办人 感性的一面 有趣的是 这本书是以张荣发海外好友 部署的角度 写出外界所不知道的张荣发 张总裁脾气不好 结果大家都不敢讲 然后我讲出来 我不是为这个是缺点 因为有了他的骂 今天长荣王国才实在 长荣首席副总裁林景三 难得露面畅谈张荣发的个性 翻开这一本书 还有很多介绍不同的张荣发 每一篇文章主人大有来头 有前英国首相 财切夫人 前意大利总理 还有台中市长胡志强 来自世界各国政商精英 都是张荣发的好友 透过文字写下和张荣发 接触的点点滴滴 好友们还偷偷爆料 张荣发最喜欢逛日本百元小店 从日本的百元店里面 看到一些很实用的一些物品 他有时候也会买回来 也会跟我们做一个说明 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身份 所以他可以逛得非常地轻松 非常地自在 书中也提到感性的张荣发 个性节俭 长期如素的他也很爱做菜 经常邀请部署到家中做客 尽管这是一本好友描述张荣发的书 本人没有出席却表露出拥有航海王国的张荣发 可爱 温馨的一面 中听新闻林友成人一方 台北报道